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威廉 巴西政府在3月29日表示 巴西和中共已经达成协议 将会以各自的货币而不是美元开展贸易 目前还没有公布如何开展两国之间的本币国际贸易 以及是否适用于两国之间所有贸易的细节 已经公开的消息是 这些业务将会由中国工商银行和巴西交通银行负责 中国工商银行将会在巴西建立一个 允许人民币交易的清算行 因为报道称将建立的人民币清算所 这个说明结算还没有发生 也没有说明开始的日期 北京庆祝这个协议 认为这是世界迈向去美元化的一步 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加索所长 高级研究员黄有明 在接受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 华盛顿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 特别是持续加息 导致巴西雷亚以贬值 交易成本增加 自从1944年签订 布雷顿森林协议以来 美元一直是国际储备货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崩溃 他们的货币几乎一文不值 为了促进国际贸易 帮助世界从战争之中恢复过来 美国同意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 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 尽管美国在1971年放弃了金本位 但由于美元的稳定性和可兑换性 仍然是全球的储备货币 美元的另一个好处是 全球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 都是以美元定价和交易 由于所有国家都需要石油 因此各国持有美元作为储备货币 也是顺理成章 既然已经用美元购买石油 因此各国用美元为其他商品的定价 支付进口商品也是合情合理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结算货币 赋予美国巨大的地缘政治力量和影响力 一些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共产中国 越来越不满美国的经济霸权 一直在寻找晓过美元的方法 为此北京实行了几种变通办法 比如是货币互换 或者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SIP 用来替代SWIFT系统 允许以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 到目前为止虽然有103个国家加入 但是贸易结算总量仍然很小 2016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特别提款权货币男子 各国在在需要流动性的时候可以从一蓝指的货币之中提取 虽然从技术上来说 这个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但是人民币只是占国际货币储备的3% 而美元占60% 欧元占20% 至于贸易 大约14.7%的跨境贸易用人民币计算 一个国家货币要成为真正的储备货币 必须要满足五个条件 首先是稳定性 中共对人民币的管制程度 令人担心人民币的稳定性 此外人民币和美元松散挂钩 因此将人民币加入美元储备组合 并不代表和加入欧元或者日元一样的货币多元化程度 第二货币必须被广泛接受 目前美元几乎可以用于任何贸易结算 流动性是第三个考虑因素 货币必须具有广泛的可兑换性 美元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兑换 而人民币就不行 不过人民币的规模和实力 可以讲符合国际货币的要求 国际货币必须要有足够的数量 来支持世界贸易 国际货币的最后一个要求是 国家必须要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这一点中美两国都具备 除了符合国际货币的定义之外 还必须要被广泛使用 英镑和欧元都是国际货币 但是亚洲国家往往持有较少的英镑和欧元 因为亚洲国家较少使用欧洲货币 为了好用 一个国家必须要能够用一种货币进行贸易 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720亿美元 外汇的另一种用途是常怀债务 巴西的外债是6898.7亿美元 而且必须要以美元支付 投资是持有一个国家货币的另一个原因 虽然巴西接受了大量的中国投资 但是巴西在中国的投资很少 各个国家还使用外汇来稳定本国的货币 巴西雷亚尔一直跟美元挂钩 大约20年前脱钩之后 雷亚尔大幅贬值 最后各个国家持有美元 是因为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 中国和巴西一直在寻找 晓过美元的方法 最新的协议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一步 但是人民币不符合作为储备货币的几项要求 因此两个国家可能会同意用人民币进行部分贸易 但不是全部 而且两个国家都承受不起完全放弃美元的后果 时政评论员何冰认为 即使近日连年出现一些国家和中国签订 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协议消息 人民币仍然不具备作为储备货币的条件 因为人民币具有以下的特性 第一,人民币本身依然处于外汇管制之中 人民币的购买力大大低于 现在美元兑人民币的回价 一旦实现自由兑换 人民币必然大幅贬值 在退税制度之下 中国的出口商可以 以不盈利甚至亏损的价格 轻销到外国 但是从中共政府那里领到17%的退税 这就是说中国出口商赚的是退税 当然这样的政策实际效果就是 压低了人民币的价值 来到国外市场上低价竞争 现在中共仍然死死地维护这个汇价 也都只是呆在保育室里面 第二,能够自由兑换的人民币 是境外这一部分 称为离岸人民币 这种体制之下的人民币 自然就只能起到贸易的作用 起不到金融的作用 第三,人民币结算本质上 可能只是参与一些 资源互保国家之间的逆货贸易 目前和中共签订人民币结算协议的国家 和中共之间的资源互保的关系 在巴西、俄罗斯、沙特、南非和中共之间 基本上这四个国家向中国输出石油、矿石、农作物等等 同时都可以向中共购买工业品 在人民币保持低利率的情况之下 持有人民币很不就算 中共也是这样 它手中的其他四个国家的货币 如果超过了它需要用来采购能源 农产品和矿产品的金额 也都无意义 因为这几个国家的经济都存在各自各的缺陷 以上节目内容取材至大纪元专栏作家Antonio Graceful的赞文 完全偏译 时政评论员何冰大纪元发表文章 今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的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经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大家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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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支持我们支持真相 请大家订阅,订阅 詞 订阅,订阅,订阅 zen 没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